《沉默》并不代表懦弱无能,也不代表脑袋里面什么想法都没有,一片空白,很多时候越是沉默就代表着思考的越多。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,他们绝对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老实人,相反他们的内心其实什么都很明白,看事情很透彻,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,你是这样的人吗? 今天小编就带领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十二星座里面,有哪些星座有这样的性格吧? 摩羯座摩羯座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独自一个人默默去承受,所以在很多人眼中摩羯只是一个闷葫芦,好的坏的全部闷在心里,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够了解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事情, 其实所有的道理摩羯都知道,他们不喜欢说出来,只是想变得低调一点,讨厌成为全部人眼中的焦点,所以会拼命地将自己变成小透明,喜欢躲在角落里面暗自观察身边的一切。 鸡牛座无论你跟鸡牛座相处多长时间,都很难猜透他们的心里面,到底在想什么,有时候虽然会主动和你交流,但是你还会感觉到他们高冷的气息,鸡牛座的沉默更多时候是一种忍耐,他们虽然不讲常说话,可是他们心里明白究竟谁是真心对他们好,谁是假装的伪君子,等到某一刻对方真的惹到了鸡牛座的底线, 鸡牛座就会爆发出来,天秤座,天秤座的性格很善良心软,经常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,因为善良就会被他人认为是软是子,可天秤之是善良又不是啥,他们能够一眼就看出,你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,所以对待天秤这样的聪明人,最好不要用欺骗的方式,否则你不仅会失去他们,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,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将心比心,学会善意地对待他人,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对方